自从战胜枪之恶魔后 电剧人就成了受人追捧的电剧英雄 虽然电刺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攻之于众 可也不妨碍他双手插腰 尽情享受人们的夸赞和崇拜 就在电刺正得意时 猎魔人吉田突然出现 还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 只可惜电刺是个重度脸王 根本不记得除美女之外的任何面孔 吉田只好耐心提醒 你之前被杀手追杀的时候 我也是保镖团中的一员 这里人多演杂不好说话 吉田邀请电刺去旁边的咖啡厅小作 电刺想都不想就开口拒绝 去什么咖啡厅 本大爷可没钱负责 可在听到吉田说我请客时 电刺立刻不再客气 不但点了冰淇淋和橙汁 还要了一整个大蛋糕 最后再来一碗意大利面收尾 这样晚饭的钱就可以一并省了 这时电刺才注意到 吉田居然和自己穿着相同款式的笑容 难道你是在监视我吗 吉田也没有继续隐瞒 他确实隶属于某个神秘组织 其任务就是监视电刺 组织希望电刺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但并不想让他暴露电剧员的身份 电刺对此并不在意 他现在粉丝那么多 就算暴露出去又能怎样 面对电刺这种滚刀肉 吉田也觉得很头疼 恰好这时服务员端上蛋糕 吉田立刻灵机一动 将所有刀叉捏在手中 只要你敢暴露身份 我就不让你吃这个蛋糕了 不仅如此 还有你点的冰淇淋橙汁 意大利面和焦糖布丁 这些通通别想吃的 这种威胁虽然幼稚 可对电刺却有奇效 下一秒 电刺却阴沉着脸突然起身 还不等吉田反应过来 他就徒手撕开蛋糕送进嘴里 完全不在乎自身形象 这下吉田彻底没辙了 他只好告诉电刺 你的身份一旦暴露 就不可能再拥有平静的生活 而且吉田想不明白 电刺为什么要和恶魔进行战斗 你并不是什么无私的正义英雄 也不会做那种没有酬劳的事 电刺告诉吉田 自己猎杀恶魔的最终目标 就是为了暴露身份 让大家都知道他才是电剧人 这下吉田又傻眼了 只能说电刺的行为太过不容易 他的思维完全不能理解 电刺兴奋地开口解释 因为只要暴露身份 那我就会变得超受欢迎 电刺的目标是如此朴实无法 居然让吉田无言以对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战争恶魔正大发脾气 在之前与恶魔的战斗中 居然是电剧人救了自己 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三英很好奇 悲救不该是好事吗 你为何这么讨厌电剧人呢 战争告诉三英 自己曾和电剧人爆发过一场大战 电剧人就像怪物一样 不管杀他多少次 他都会不知疲倦地卷土重来 打到最后是自己遭遇惨败 连身体都被那怪物吃掉一半 战斗里也随之大膨下降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才导致这个世界的战争越来越少 人们也逐渐遗忘了战争的恐怖 再这样下去 连我也会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 三英听出了战争言语中的些许落寞 身为恶魔 你为何害怕被人遗忘呢 看着战争安静的睡颜 三英反而生出了些许别样的想法 长久以来 他一直都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总觉得死掉也没关系 可在即将死亡的那一刻 他又无比庆幸自己可以隔绝 这次我要多谢你 电剧人